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孙中山开国纪念碧板的业 喜欢的藏友点赞关注 民国成立时,由于碧质尚未建立,碧质昏了 当时的财政部长给大总统孙中山成文以整顿碧质 不久,财政部就翻下心魔给江南 500 光东等造碧场衣式铸造 正面中央为孙中山侧面笑项 连园内上捐中文历书题中华民国四字 下捐开国纪念碧五字 左右长枝花石 背面中央为中文历书体一元吉家河 边缘英文中华民国一元 左右分裂五角星后改为六角星 孙中山开国纪念碧板别也是很多 我们一一介绍 一、六角星版 又被称为普通版 于民国十六 十七年大量铸造 特点是前币背面左右上方各有一个六角星 分为原字出头 原字不出头两大板别 普通版的发行量较大 因此收藏价格相对较低 二、上五星版 是指前币的背面左右上方位置各有一个五角星 为1912年中华民国开国首套纪念碧 此版别的孙中山开国纪念碧发行量相对较大 发行量大 但存饰量稀少 因此价格相较普通版要高出许多 三、下五星版 指的是前币的背面左右下方位置各有一个五角星 为1912年中华民国开国首套纪念碧 下五星版的发行量较少 加上流通多年的原因 存饰量更为稀少 因此存饰的真品价格十分昂贵 四、三花板 指的是前币的正面 孙中山巷两侧花枝上端 形成一个分叉 由三个枝压构成 被称为三花板 此版别的纪念碧为普通版中的特殊版本 存饰量相对较少 但是价格并不昂贵 五、单日开和生日开版 这个版别指的是在开字上面的有两个日 正常书写是半开口 单日开就是一般的开是日字 另一半开口 双日开就是两边都是闭口的 六、日字化 是指左右枝头的三根树枝条 和两根横条组成的导日 简称日字化 此版是湖南版可分为官版和地方版 地方版里有错版四道 日字化特点三道 空心碎 三道是指 二、二中的三个英文字母 字体叫的 空心碎 是指左右两组脉穗中每颗碎粒是公斤 并且颗颗碎粒互不相连 七、点草版 可分为中央版和海南版 左右边中的花式 常见版森头为三颗草 而此版少了二颗草 变为二个点 海南版小头由于模具原因 是没有中央版清晰细腻的细节的 较少的中央点草版 划顶端为点草 背面圆出头 背面下放英文凹对应质量和内齿相连 八、海南版出头原 和平头原 特征点草 是临近解放国民政府带走的一些旧机器 就设备铸造的一批东西 由于设备工艺原因 此版小头的共同特征 图文略显模糊 整体成雕腹感 没有中央版的细腻深邃 九、南京出版 其特征是八字背 还有点草和翘胡子方面 跟普通版小头有明显的区别 八字背特指出版小头 原这个字里面的背的最后一点是向右撇出来 而普通版的背字的最后一点是没有向右撇出来的 十、背双旗版 前臂正面为孙中山下 背面为两面青天白日级 面值二级 此版别属于孙中山开国纪念币中较为稀少的版别 十一、背十枚当议员版 正面为孙中山下 背面为十枚当议员 此版别发行量极为稀少 市场价格也十分昂贵 十二、英文错版 指的是纪念币背面的英文字母出现错误 属于开国纪念币的特殊版别 十三、军法版 古明思义是由地方军阀铸造的版别 但是形制和工艺相对粗糙 此版别发行量较小 品项差异较大 以上就是孙小头的版别介绍 孙小头版别丰富 可以做系列收藏 各位藏友也可以多了解它的收藏价值 咱们下期再见